好我们基本的loop做 球弹跳的loop做完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基础 然后来做成小鸡的弹跳 我们把小鸡的其他的部位开起来 好我们现在看这只小鸡 它其实已经有基本球弹跳的状态 不过只不过它现在是会穿地板的嘛 好我们现在就是来针对小鸡来做一些修正 好我们一样进到股价 我们主要的股价的动态已经完成了吗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加它Secondary的动态 好在做动画之后我们一样 我们就准备做它的key pose 所以我们在先一样都在关键针的地方 先做动画 好现在我们在这里小鸡的 脚 推雪 让它 在下面的时候脚劈开 好 到这里 到这里以后 开 ZerRotation的key 好在顶部呢小鸡的脚 回复到正常位置 What the arc OK ZerRotation ZerRotation 好 我们现在关键针头尾关键针 好这里以后我们可以把这里勾起来 选了这个only show selection 这样我们的key就可以 只会显示我们现在当前选的key 我们应该先回到dope sheet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key比较简单我们就 去的d我们这样就就 比较key比较少 好 你的关键针的地方 好 好 伸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 力量针设计关键针 我 你看嘛 接下来就是我们动态会有做跟随的动作 所以 你看 这里像落下的时候脚因为 因为 主要身体脚好像因为速度太快而被往上抬起 所以我希望这边的脚 嗯 我这 这里的脚的部分的剪影我希望他漂亮一点我这里把rotation X 我们把转上来 rotation X转上来 好 让他 动态是这样 好 好 我们落下的时候我希望这里因为因为加速度而受到影响了 所以我这里 脚rotation 让他往上抬 往上抬 然后被力量力拖着 拖着 这样我们速度感更强一点对 因为脚 因为脚就有点像头发就被风开出移动往后移动 反 好 上来的时候刚好动作就会反过来了 好 因为速度嘛 因为速度嘛脚还还跟随在原地 所以我们 这样的话他往上拉速度速度感较有然后这里我故意 rotation我把往内缩一点 让他 好像更拖得更快的感觉 被风流线体内缩 所以这边我的脚踝我也把它射关键针 在上面这里 我们先把关键针先设好 小机 这里rotation我们先 rotationz 先把这两个关键针先调整 shippedd 就这过来 这样坚硬比较好看 好 我们在关键针的地方 吃了key 好 在rotationz 在rotationz 好 在关键这里的时候 rotate 手机 rotate 披腿 披腿 被拖下来 弹起来 这里有没有写 动态我再缩 这一路 可以选择 帮一点让他动作 像被整个被整个被强制拉升 那这脚部分的动态就有了 好 我们这里是 翅膀arm的地方也是一样 翅膀 我希望他不要一开始平举 我们希望他 触死的动作其实就有点角度 比较好看 一样把翅膀的 骨头拿出 打开来 一开始触死的动作 取個D 複製Key 在關鍵有的時候 這裡也是一樣的動作 我們在往下墜的時候 剛好翅膀跟腳是反過來嗎 翅膀 剛好我們是往上 被 拖著往上 也是往上 往下的時候 我們一樣往下 希望被 轉 快速被拉伸的感覺 像 好 像這樣基本Rotation基本Key有了 關鍵針有好在是 頭冠 頭冠的Key也是一樣 我們這裡在 關鍵針的時候 要先 這個Key Py TheRotation PyTheRota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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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 一開始 我把它冠做一些 錯位 錯位 假設 假設一開始這樣 ShiftD 適到最後一個 好像到 底部的時候剛好動作是反過來的 先Key先殺掉 好 PyTheKey 動作好 希望它反過來 PyTheRota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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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 好我們希望它在落下的時候速度最快的時候其實是剛好拉直的嘛 拉直 所以我們這也是 這 PyTheRotation 直接拉到歸零 然後往上的時候 然後往上的時候 因為我希望 他被 剛才叫底了嘛 拉伸的時候 動態其實是被 拖動了 所以其實這裡的Key ShiftD 複製一份過來 其實因為被 攻擊引力影響 所以我希望他稍微被 延遲一點 PyTheRotation 都都在給多一點 讓他 狂貝封阻一樣 PyTheRotation 所以这个时候像动作太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用到 Curve Editor 把Key 选起来 Rotation 我们可以利用Scale的方式把动态缩小 好 OK Gill Y Gill Y 把我们的动态 Curve 缩小 G Z 加一点 G Z 就这 可以改变一些他的动态的Key 但是觉得其实还是有点大 好 好 你要回到 Graphic Editor 这里 我们这里一样 Altr Pose Mode R 最快的时候拉升 这里这里我用Curve来调好了这个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这里的Rotation 这里的Rotation 谢谢 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关键针都先射上去 这部分基本上基本的rotation的key已经就差不多是这样射完